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的名字叫陈伟风 来自澳门 现在是深圳大学的音乐的掌士 我现在深圳是第五年了 我主要叫的是 广州这一块的比较多 歌曲写作 流行音乐配戏法 电脑音乐制作 还有就是叫电影配乐 希望大家能听得懂我的语言 听不懂的话就问一下吧 然后对就这样 每一首歌都有的 每一个音乐都有 是什么样的节奏 我记得是16年刚好看到 深圳大学在秦老师 然后我就应聘他就过来当老师 我觉得第一次来到内地 我遇到最困难的事情 就是语言这块 每一次我都觉得很难的 就是点名的时候 好那我们现在来上课 然后我们现在来点名 然后有一些同学的名字 我就常常会念错 过圣林 过圣林 张家 张家飞 他们有一些同学比较好 就知道我不会念 有一些同学就会帮我念出来 然后我就知道什么 之类我都在旁边标个 张家好友吗 哪个纸 16的 16的 16的那什么时候 我发现有个叫成统 但是有时候他们也不知道 下一个人是谁的时候 就好像随便弄个发音 然后就让他们改正我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没有 现在来这一堂课学习配器法 然后呢 最主要打鼓是上大街的 就是那个底鼓还有就是 我希望自己上课是学生会觉得可以有趣一点 然后也尽量的多一点跟学生有互动 我比较怕的是他们睡觉或者是看手机 那所以我可能就是问问题吧 而且我还是圆着问的 就是你我会让你知道你等一下都会被问哦 你可以先准备一下 我自己也觉得自己算是认真负责了 但是反过来想的话 我就觉得这样子好像也是基本的需求 而且也会害怕说同学上完我的课好像什么都没学到 所以就变成了好像一直要多一点继续的东西给他们 可能这样子才好 这样子了 结束了 结束了 OK 好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谢谢 来到了深圳之后就认识了一个深圳的女朋友 她唱的比我好很多 所以呢我自己做不到的东西就比如说录一些小样啊 这个时候她都可以直接的帮到我 到现在为止我创作过的音乐估计有两三千首应该会有了 那如果说我写的流行曲最最火的一首就是以前写过一首歌给低调图合 那首歌叫I have a dream 那那一首歌算是最有名的中国的歌手合作的 我之前呢有跟澳门的一个叫英之舞员的团体合作然后就为他们的舞蹈去创作音乐 然后他们的舞蹈呢都在中央三台的一个综艺节目里面就去表演 我觉得这个是如果没有来深圳是做不到的了 其实我学音乐还蛮晚的 我是15岁的时候去加拿大 01年开始到11年在加拿大的Capano College的民国音乐大学 留学大学或读音乐系 毕业了以后就回到澳门 在澳门当打过政府工也有去澳门的赌场里面去做一些跟音乐上关的工作 但是在澳门做音乐的话就好像来来去去都是做差不多的东西 还是希望自己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作曲家 那当然譬如说我会希望自己上版本农医或是上别多分一样那么成功 基本上就一直都不想继续做下去 但是你不做的话也能还能做什么呢 那个时候就刚好看到深圳大学招聘音乐老师 然后就看到就想说啊就尝试一下吧 就反正就当不了也没关系嘛就尝试一下 你在一个有压力的环境 那可能跟不同的导演或者是工作者一起去工作 他们会要求我做不同的事情 那那个时候我的增长还会比较突破一点的 第一年其实没有什么突破的那种做音乐制作 因为可能朋友还不多 然后这个城市我还不熟 那可能去到第二年第三年 到那个时候开始好起来 就有接触越来越多的内地的一些音乐工作人也好 或是隐私的工作人 不会有机会认识到 我现在都有在做一些编曲 作曲跟编曲的工作 就写了一些流行曲 音乐剧的 还会写蛮多的广告的音乐 抖音的那种写给那些网红的人会比较多 希望未来还有更多的机会 跟其他中国的歌手或是团体合作 我现在深圳现在是第五年了 我觉得我对现在生活也是蛮满溢的 然后好像也跟深圳的关系也更多了 我一直都会想要更好 例如说我的事业更成功之类 可能到了某一天 然后我做的东西都是一些新的东西 是所有人都没有做过的 一直做下去的话 总有一天是别人没有做过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